在這個流感疫苗 基本上 就是我們例行性的一個防疫的物資 那世界大廠或國內各廠 並沒有限制 它的一個往來的對象 而COVID-19的疫苗 在這樣子國際的疫苗 緊縮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了有效控制疫情 那各大廠基本的態度 都是跟國家往來 所以這跟購買流感疫苗的一個情況是不一樣的 然後第二 在地方政府有 那我們還是會根據他提供 相關的資料 我們來看 基本上我們認為 相關的要 還是要有一個明確的 就是說 真的要去買的 到底是他買得到 還買不到 這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物資 免得大家都 就是非常的熱心 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最後他還是 就是整體上 那個廠商還是不會 還是不會 會跟地方政府來做往來 那至於在 呂副總統這邊辦公室 他有個新聞稿 又講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接受到 正式的一些相關的 一些 這些文件或相關什麼 但我們也會密切注意這個事情 而且是一件有關的 都在第一次的事情 出發 我們不在意 我們不在意 也會密切善